迪士尼的童话故事唯美浪漫 许多情侣都梦想在迪士尼乐园互许终身 但是有一名男子最近在巴黎的迪士尼乐园 准备下跪向女友求婚的关键时刻 突然就这样被一名工作人员抢走了婚戒还感人 浪漫的求婚过程瞬间变成悲剧 巴黎迪士尼乐园的穗美人城堡前 一名白衣男子来及下跪拿出了小方盒 正准备要求婚 没想到话都还没有说出口 后方突然冲出一名米奇哥 不但把戒指盒一把抢走 还硬要针对情侣立刻离开舞台 米奇哥还是坚持两人要下来 精心策划了浪漫求婚瞬间泡汤 影片泡上网 立刻吸引百万人浏览 网友痛批白目的米奇哥应该受到惩罚 男子表示他早在去年耶诞节 就开始规划这场求婚仪式 因为两人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他送了女友一朵玻璃瓶中的玫瑰花 就像是美女与野兽一样 情侣也不是自己乱闯 男子事先问过另一名女员工 舞台可不可以借用 对方还欣然同意 迪士尼时候除了向情侣道歉 也表示愿意提供任何一座迪士尼乐园 免费的住宿跟旅游作为补偿 但对这对情侣来说 迪士尼乐园恐怕是一场恶梦 再也不想就地重游 沉迷的边野 谢谢大家